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难的字根 对,那这个字根它的意思是suffer或是pain 对,那就是痛苦或悲痛 对,那这两个概念应该是很类似的 好,那我们第一个的话,这个字的话 诶,可能没看过 可是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比较难的单字 我们先听一下它的发音 对,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譬如说,如果有人家里面发生不幸的事情 那我们中文常常会讲说 请节哀 那这个请节哀在英文怎么用呢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怎样,跟你一同哀掉 那这个con有together的意思 那就是一起 那如果说你遇到伤痛 那我跟你一起悲伤,一起悲痛 那这其实就是哀掉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是想很感受得到 你自己现在在感受的痛 OK,好,那这一边的话 底下这两个字你看 悲伤的痛苦 对,那这个字都是比较难的单字 可能到GRE的等级了 对,那就是说代表平常不常会看到 那可是你看到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要记得前面有DOL开头这个字 就跟悲伤有关 那这两个字是不是,你就抓住它的概念了 可能你不一定拼得出来 或说你写作的时候不一定写得出来 可是那个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字比较难 你只要就是说,你看到的时候 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上下文一对 你可以知道说,哦,这是名词代表痛苦 这是,啊,形容词代表悲伤或痛苦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你文章你就看得懂了 好,那右边这里的话 啊,这是蛮特别的 它的意思是怠惰或是懒散 那你说,啊,受苦悲痛 这跟怠惰懒散有什么关联 那其实是因为它前面加了一个字首 IN IN有一个意思 它是NOT 就是不,就是否定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不受苦 你不愿意受苦 那你也不愿意啊,尝试 任何新的东西 因为你怕可能尝试失败了 那会痛苦嘛 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很怠惰 很懒散 为什么 因为你不愿意受苦